大家好,今天是7月8日,星期一 首先要谈谈资金流向 成交比较减少,蓝色线 北水又减少,所以这几天市场仍然不好 最主要大家看到,北水少了很多 成交比较减少,要过12亿左右才比较好 暂时又不好了,又再回来了 这是累积的20日过去的平均 所以市场仍然比较减少 所以市场仍然不好 北水比较多流入,都是中移动 现在时间之间,如果出现中移动 市场仍然比较多,代表市场仍然不好 中移动,联通,因为这些资金流入 这些资金流入是不动产 通常都不容易移动 其实是避险 流入那些资金流入的资金流入 是科技股的资金流入,即是想炒气的资金 这些资金流入的资金流入的资金流入 我们再去看看 好,一片鹿 这些是建行、快守吗? 中国的资金,共同抑ousing 中国移动,这些事是 already experienced Nvidia and Mai 这些比较稳定的资金 programme 向下市中找到一件事 就是終極的 盡量不要跌穿172 不要跌穿172,即是之前的定位 如果跌得下跌,再收上去就比較好 維持在這個星期至下星期之間 就應該要上破 如果這個星期和下星期都不上破,都是這樣打橫走 就不太好 九首必失 我們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首先我們可以留意下一隻的 不是,還沒說到這些 媒體 是升的版派第一 不過都很細小,影響不到大市 再跟著農業產品,又是很細小,影響不到大市 除了10月稻田可以留意下之外 這個基本上是比較穩陣的東西 再有珠寶,又是很細小,影響不到 有老鋪黃金 這個價錢比較高 升了3% 不過通常都是比較少成交的股票 黃金和貴金屬 基本上都是屬於 對市場的動盪性 環球政治的不穩定性 的一個 反映 半導體升的時鐘 這個比較好 這個代表了 市場真的要向經驗走 這些都是 可以留意下的 今天可以留意下的股票是一個月風難保 就不會留意下的股票 衝突 我 HORN